2024年美国大选上演拜特会2.0 但这一次拜登恐怕要失去关键少数的支持了 大家好 欢迎收看马超说 本期节目我们来说说美国大选的情况 从目前的消息来看 拜登的选情其实不太乐观 日前美国大选的超级星期二拉开了帷幕 在这一天美国的15个州以及一个海外领 同时启动了初选的投票 因此这一天也被视为民主党和共和党党内初选的风向标 2020年的时候拜登的初选选情 一度是落后于党内竞争对手桑德斯的 但是他在当时的超级星期二完成了一个决例翻盘 最终成为了那一年的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不过与2020年相比 今年的超级星期二的结果几乎可以说是毫无悬念 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 都拿下了绝大多数州的支持 目前拜登在民主党党内已经没有对手了 那么特朗普的两名党内对手 德桑蒂斯和尼基黑利也接连宣布退选 那么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今年11月的美国大选 大概率会上演拜特会2.0 不过拜特会虽然是2.0 但是如今拜登选情所遭遇的危机 却是实打实的一个新情况 民主党的初选结果已经显示 虽然是拜登已经顺利的拿下了14个州 但是其中有7个都掀起了绅士浩大的不表态运动 其中就包括关键摇摆州密西根 以及民主党的铁票舱华盛顿 不表态运动就是美国国内掀起的反对拜登政府 在巴以问题上的态度的一个抗议活动 主要的内容就是鼓励选民通过不投票的方式 对拜登政府施压 要求白宫改变无条件为以色列站台的这样一个立场 那么该运动最早是由阿拉伯裔人口 占最多数的密西根州发起的 随后就迅速得到了进步派的响应 席卷了民主党的半壁江山 在明尼苏达州近19%的选民拒绝站出来给拜登投票 目前这场名为不表态的火还在持续的蔓延 在当地的工会的号召下 3月12日即将进行初选投票的华盛顿州 也已经掀起了不表态运动 要知道华盛顿州一直是蓝道发黑的 特朗普到这里进行初选的时候 甚至输给了尼基黑里 这样的一个州都要开始对拜登不表态了 那事态如果继续发酵下去 估计拜登的麻烦会相当大 那现在拜登和特朗普从民调数据上来看 是一对旗鼓相当的对手 两个人的支持率都在40%到50%这一区间来摇摆 相差幅度不超过10%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谁能赢得中间选民 赢得关键少数的支持 谁就能走进白宫 那么在这方面 拜登本来是占据优势的 上面提到的密西根州的阿拉伯裔选民 在2020年大选中就是把票投给了拜登 但是现在由于拜登在巴以问题上 一系列负责任的表态 拜登很可能会在大选中失去阿拉伯裔选民 以及进步派的一个支持 那么这些人都不用说是把票投给特朗普 只要不出来投票 那么就足够给拜登迎头通缉了 为了挽回这些关键少数的心 拜登现在正试图斡旋哈马斯和内塔尼亚胡政府 来签署一份停火协议 为期一个半月 但是现在看来 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容易 随着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暴行愈演愈烈 未来不表态的运动 有可能会持续升级 如果情况真的朝这个方向发展 那么11月大选 拜登的胜算只会越来越少 好了本期的话题我们就讨论到这里 大家认为拜登能否通过缓解霸易中途获得关键少数的选票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别忘了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